患有孤独症的孩子常常不愿意和别人交流 因此治疗起来也比较困难 最近英国的一将研究发现 类人类的机器人可能会改善孤独症的症状 儿童孤独症又称儿童自闭症 是精神疾病的一种 这种疾病的主要特征包括严重孤独 缺乏情感反应 语言发育障碍和刻板重复动作等 此前的研究曾显示 孤独症患而比较容易对电脑之类的 科技产品敞开心扉 基于此英国伯明汉大学和法国阿尔德巴兰公司 展开了一项试验 尝试利用类人型机器人协助治疗儿童孤独症 试验地点选择在英国伯明汉的一所小学 这所小学内有约30名儿童患有不同程度的孤独症 研究人员为孩子们提供了两个 由阿尔德巴兰公司研发的纳奥机器人作为玩伴 他们分别名叫马克思和本 不仅拥有感知人类情绪与人交流的能力 还懂得唱歌跳舞等多种才艺 研究人员发现 参与试验的孤独症患而 都对两个机器人表现出了浓厚兴趣 经常跟他们说话玩耍 研究人员表示 这或许说明类人型机器人 有助改善儿童孤独症症状 但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加以证实 能不能組成的 我许说明 是